学毛泽东战略精髓,掌握人生事业翻新局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下面我将给你详细讲讲 听完觉得不错的朋友们可以给我点个赞 按照毛泽东思想,一言以蔽之,战略就是全局观 什么是全局观? 全局观就是能够在全局视角下找到重心 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并保持定力坚持下去 找到重心就是战略思维,坚持下去就是战略定力 正确的做事是战术,而做正确的事就是战略 做正确的事,比正确的做事更关键 比如1947年,蒋介石调集22万兵力准备攻打延安 胡宗南带领15个里进攻 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军,毛主席决定撤离延安 让许多人感到困惑 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 存人是地,人地皆存,存地是人,人地皆是 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 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在毛主席巧妙的指挥下,人民解放军赢得了多场战斗 使胡宗南军队陷入困境 一年零五天后,解放军收复了延安 胡乔木会议说,撤离延安在政治和军事上 均有重大意义,既打击了蒋介石的威风 鼓舞了人民士气,又牵制了胡宗南的大军 为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主席的战略选择让蒋介石最终败逃至台湾 这个战略选择就是看破了全局胜利的书记 坚持战略思维,治国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 从国内来看,经过十年国内战争 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 物价飞涨,经济凋敝,国民经济陷于崩的边缘 从国际上看,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政治上孤立 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括意识形态上污蔑 妄图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此时,革命的任务未了 建设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首先应该抓什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认为财政经济困难 能否解决才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不能站稳脚跟的关键 此后在七届三中全会的几次讲话中 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 他告诫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 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 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步 他强调要集中力量解决当前最紧要的问题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后来在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又谈到了三国式袁绍决策多端寡药 瞻前顾后,而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些事情 毛主席借用这个失败的故事 提醒领导者要抓住工作的重点,避免多端寡药 他强调一个时期要有一个时期的重点 这是一种方法论问题 所谓多端寡药,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分布轻轻中缓急,力求面面俱到 什么事情都想做,结果无意做好 坚持战略思维在创业,工作和投资中同样适用 对初创企业而言,资源和能力优先 应将其集中于某一方面或产品以形成优势 在工作中,高明的领导需要识别事态的重心和枢纽 直到何时全力以赴 投资市场中,做对事和避免错误比单纯追求成功更重要 核心原则是,不懂不做 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不要轻易行动 投资如同打仗,线维不可胜,才能迈向成功 那怎么样才能不可胜 一,长线主义 别拿着小聪明天天短线操作在市场里肉搏 短期市场具有很强的随机性 妄想用小聪明战胜市场,也能不败 二,集中兵力 集中力量重兵破敌,不能把资金太分散 三,资金限制 你的资金是长期限制的 钱就是你的部队 你的部队要做好长期打持久战的准备 不能几个月后突然哪里要用钱了,就没法打战了 四,防范风险 要进行家庭资产配置 无论战争还是投资都有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 理论上来说,坏的日子一定会来 需要注意防止灭顶之灾 这就是投资的战略框架,是规则 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走路还是开车都该遵守交通规则 不遵守交通规则容易被撞死 那投资也是一样的 投资的战略是对的 那就不要被市场波动手影响 不要被自己的想象影响 实事求是,坚持战略定力 坚持战略思维,人生问题也是一样 将军赶路,不知小兔 拥路半生,解缘资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缺乏战略定力,经历都被无谓的内耗掉了 从全局视角下,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培养战略思维,是修会 培养战略定力,是修订 战略思维加战略定力,就是定会双修 做达变局时代的清醒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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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